走进正宫所办公室 这名穿着罗东高商制服的男学生 带着腼腆的笑容 和身旁娇小的妈妈比起来 罗宏杰不再是小时候 那个令人担忧的男孩 现在是妈妈的好帮手 抱起小他15岁的弟弟 罗宏杰成为家人重要的依靠 平常会帮我做家事 假如说倒垃圾 还有洗衣服 他的衣服就会自己洗 然后晚上他回来 假如说他明天要穿制服 他会自己洗洗 不会说妈妈你帮我洗 不会这样子 然后他从小的时候也是 就是会这样子帮我折衣服 帮我做家事 然后他就讲说 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 你为什么在工厂上班 还要再做几蛋糕 我说没有关系 是我的兴趣 我不怕辛苦 然后我说只要你们快乐 长大你不要变坏 我就OK了 然后你不要变坏 然后我就很感谢你 因为有时候就是觉得 我没有这个儿子 我就没有办法带下去 如果你真的你变坏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你们两个兄弟变坏 我就会想我会带在家里 从一国印尼远嫁来台湾 郑安娜是罗宏杰的妈妈 但是因为罗宏杰的父亲患有重大伤病 家中的经济多半由这位新住民母亲一肩扛起 杨诚罗宏杰从小就是一位善解人意懂事的孩子 不仅会帮忙照顾弟弟处理家务 妈妈经营的鸡蛋糕摊子 也经常可以看见罗宏杰陪伴母亲的身影 一期六的时候我都会固定到我妈的摊子去帮忙 那平常下课的时候可能会帮我妈雇我弟 因为我弟只有两岁而已 所以在整个照顾上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 长期辅导罗宏杰一家的宜萱富有关怀协会蓝静怡老师 从小看着罗宏杰长大 也给予妈妈许多力量的支持 孩子不为生活环境困苦仍然努力向上 并且拥有正向的思维相当难得 在一个逆境中的一个孩子 他在不管是家庭遇到的什么的问题 你永远看他那个笑容 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 然后他那个灿烂的时候 他会感染到周围的一些的朋友 会让人家觉得是那么的正向的一个能量 罗宏镇长林姿庙关怀镇内弱势家庭 对别颁发奖状和奖学金 鼓励罗宏杰 他说大家不是最完整 但是大家是最幸福 对于同学 我们特别的肯定 以支持也鼓励 所以他帮妈妈完成了 这个蛋糕汤的这个 一种这个梦想 所以今天身为单亲家庭 我也是单亲家庭 所以我有感受到 他打招牌 他的辛苦 所以这种孩子 我们大家要鼓励 让他们更勇敢 将来如果大型的学 可以替国家 替社会 来打拼来认真 罗宏杰一有空 就打工补贴家用 更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减轻母亲负担 跟着妈妈一起卖鸡蛋糕 维持佳绩 这么乖巧的孩子 获得教育部106年 全国词校家庭凯模奖 以及宜兰县家庭凯模奖 他有个求学目标 是台大政治系 希望改善新住民的生活 那我希望以后读政治系之后 能让我在学校里面 学到的东西能 学义自用 那以后能在国会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为这些新住民发声 教育部词校家庭凯模奖 只有12个人获奖 罗东正公所表示 罗宏杰荣获珍贵的殊荣 是因为他在困难的生活中 仍然突破障碍 展现孝顺乐观的精神 为社会带来正向的力量